好可惜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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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新闻网 娛樂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明珍 有欸 就是因為有一段感情 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這個EP裡面 有一首歌是我的 就難得收錄一首歌 是我的全創作 那首歌就是在 講述我之前 以前有一段感情 然後覺得很可惜 就是因為我來不及反應 就是他對我很好 很照顧我 很喜歡我 可是我又比較 那個什麼神經比較大條 就是後知後覺 當我發現的時候 就一切都來不及 就因為就 就是少了那一句 我喜歡你 所以我就把這個情境 寫在這一首歌裡面 這一首歌比較特別 這一首歌是因為 我覺得好可惜好可惜 那天晚上就是睡覺前 就一直覺得好可惜好可惜 然後我就睡覺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夢 就是我跟對方的 就是很可惜的 就是沒有在一起的夢 然後早上起來 又覺得好可惜好可惜 然後我就突然間一醒來 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腦袋就浮現很多的 很多很想說的話 跟一些曲在我的 然後我趕快就拿那個吉他 然後趕快錄音 然後就在半小時內 就辭曲全部出來 可是那個就滿久以前 所以我就一直收著 不敢不敢 不好意思拿出來 就是最近剛好說要出一批 我就硬著頭皮拿出來 給大家聽聽看 怎麼知道大家 因為是投票選歌 然後怎麼知道 這首歌有在投票裡面這樣 最多的反應反而是那個韻律球 因為之前他們就想說 我就是很喜歡健身 很喜歡運動 然後就他們有想說 加一些健身的一些東西在裡面 然後就一東想西想 突然間就想到韻律球 然後老師就突然間編了這個舞 那時候我在韻 我一看到韻律球的那個舞步 我有一點嚇到 我就心想天啊 我能跳到嗎 我能做到嗎 然後老師 編舞老師就跟我說 其實他有在把一些就是 呃 因為他覺得就是球會一直 不停的 就是有波動嘛 像我們在搖擺的時候 亂動的時候 那個球不是會跟著波動 他就 老師就說 欸就是很像我們女生 在談戀愛那種心跳 你知道噗通噗通的那個感覺 就是很多東西 他都會把那個 我們女生在談戀愛的心境 呃跟那個舞蹈編在一起 所以其實韻律球算是我蠻喜歡的一個part 我覺得最重要是興趣一樣吧 就像我很喜歡打電動 對方也要很喜歡打電動 你不能夠害你隊友死 但你死的話 你知道就是不能夠 然後就是有些時候就是你要在那個狀態裡面 那個遊戲裡面 就是如果對方也一起打電動 他會明白 對所以我覺得興趣一樣的話 呃做任何的事情在一起 才會真的開心 然後也會比較自在 我覺得就是自然這樣子對著鏡頭 然後可能頭有一點歪 或者然後就可能手伸起來 就是一些你不能夠就是定定的這樣在鏡頭 你就是會可能一些搖擺啊 然後要一直動 我會一直動拍照 然後各種角度都讓攝影師拍一拍這樣 就是亂搖 沒有